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 尼撒那上的居士 大家还没用还是慢慢用 请放下 那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十寸五怪 那么存起得恩 全缺应共 我们又说了一些深的道理 所谓的德恨是什么 那么你知道的 你如果执着某一种德恨 是固定那个样子 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就 在遇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 当然你是个好人 你会依着你认为是有德的做法 而这样去做 那结果 比如说 你觉得温良公减浪 是一个固定的德恨 那遇到什么了 你就先想着温良公减浪 你要知道 温良公减浪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说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那个 如果就帝王统治来说 老百姓温良公减浪 让他是最好统治的 但民主时代的话 是所谓的公民不合作精神 我怎么 我国家是人民的 政府不过就是受我委托的经营者 简单讲他顶多就是总经营 那董事长是谁 是谁 是人民啊 董事长的才是重要啊 董事长的才是这间公司的老家啊 董经营 董经营你的总经营就是四年干活 干完了你就滚蛋了 或者顶多做八年 就这样 也是功劳一件啊 功能中好修行啊 但也不会就这样啊 所以怎么会导过来 这个董事长 什么都听总经营的呢 总经营听董事长才对啊 所以说公民不合作的概念就是说 要懂得 懂得去思考 政府做的事情常常是便宜行事 要不就是为他自己的政党 长居久安 他在干活 但是他会说得很漂亮很好听 来糊弄老百姓 乃至于他会去买媒体 买媒体来怎么样 来美化他的行为 那这个没办法 这个全世界都是这么干 那怎么办 所以公民要懂得什么 懂得去检视这件事情 政府做的是对还错 当这样子概念出现的时候呢 所谓的公民不合作精神 你看看 不合作 那你怎么问两公斤让 我不让你啊 怎么问 政府说了就算数 哪里就道理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打疫苗这个事情 他就是不敢说 每个人都要打疫苗 要疫苗 要疫苗 很多国家干这种事 通通被人民吐槽 哪有可以这样子 那疫苗打死人都不用赔钱的 以前随便死一个人 医疗纠纷就可以告到国家赔偿 现在呢 现在打疫苗要死 人家去打疫苗好像都是要慷慨负益 那个样子 有人你知道吗 有居士去打疫苗他还写 他还怎样 他还写遗书写完了才去打疫苗 这应该是战乱时期 人命才是这么不值钱的 突然间死这么多人 那新闻也没报 也不敢报 还有呢 有些医生啊 听到人家对疫苗起怀疑 他就一副那种捍卫 捍卫国家主权的那种嘴眼就跑出来了 随便你就知道嘛 在正常情况之下 疫苗人家是十年二十年 才不敢保证 但基本可以 是这样啊 现在的三两年 你说啊没办法啦 这是因为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特别时期啦 所以这个便宜行事 特别时期便宜行事 这是 这是谁可以这样说的 这第一种 他说了就可以吗 第二 第三 便宜行事 就一去便宜行事 然后国家就不用负责任 政府人员就不用负责任 第三 第四更恐怖 如果这当中有不扣明不公开的资讯 让老百姓冤死 那这事情该怎么算 我相信当然啦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故意要炒监人民的 是这样没有错 可是明明就是有数据出来啊 打疫苗死掉的比重症死掉的比例还要多啊 那这算什么 所以说政府的行为 老百姓一负那种温良公俭让 这本身就违背民主事 民主精神的 你要知道 而华人特别这样 特别把政府当作是主子 主子 你比如说 那个什么呢 市长来了 什么来了 你那个市里一定喊着 啊 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大家长 他都是你家长了 那你还能怎样 对不对 应该是欢迎我们的 什么样子呢 公投来了 刚逃 把我们做事的公投令 领我们工资的 这什么呢 负责人 顶多就是个总经理嘛 总经理嘛 总经理 每次开会议的时候 我们都还检讨他的业绩 不行的话 换经营人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四年换一任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他在四年之内 突然间他就变成 大家长了呢 应该是华人文化里头 那种将刚 那种奴才性格 你看多可怕 你们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啦 我告诉你 你们当中还有人 有人就是所谓的 算了啦 做公务人员不是 没有罪啦 这点你们要弄清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即便是公务人员 你另外一个身份 也是国家主人 也叫做公民 那所以就公务员这边说 是依法行政 为人民蒙福 就人民身份这边来说 你长官有不干的命令 你基于公民的责任 你也应该要表示异议 在西方国家 有些时候常常出大问题的 都是因为这样来 也是一样啊 跟华人文化也是 也是这情况啊 他就是上面压下来啊 你就这样做就对了 这样做就对了 后来他下面小职员 小公务员一撞告上去 告他天翻地覆 也是这个样子啊 当年的尼克森的 那个水门事件 听说也是这样 也是下面看不过去的 他是以公民的身份 他就取发 你要知道绝对的权利 一定有绝对的腐败 这个就不是道德 这个时候 你面对这种可能腐败的公众权益 权利 伸张 而你呢 装作没看到 还在装温良 公前浪 还在认为这就是你的道德 你简直就是恶人的同贩 你知道吗 所以存己得恨 存己得恨 想一想自己该怎么面对这个社会 该怎么面对中边的众生 特别出家里也是啊 你不要不要 你是什么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 哪有啊 哪一餐不是人间烟火 不食人间烟火是天上的 还有我们大殿里头的佛母 他才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他也 他也食人间烟火 因为我们点香 他也食我们的烟火 这食的比较少一点而已啊 所以连佛母都没办法 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了 你哪个出家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啊 拿着装帅 装可爱 装绵羊 而且还用这种道理来告诫他的徒弟 他的信众 说我们修道人 我们不搞政治 我们不去跟人家争 我们要修忍辱 你说我还打发弄派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时的会员大师 他写这个 写这个沙门不尽王者论 他就不要写啦 不要写啦 大家都问两公钱浪 叫你贵就贵 叫你败就败 还要他老人家提的人头写那文章吗 他可是咱们净土中出主呢 万七八糟 这真的很可怕 我们华人到了唐朝中叶之后 一路衰败 然后出家人也没办法 那当然古德我不好批评了 但是很多就是 也没在地有地质之下 就得要温凉公俭让到底 尤其是庙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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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目标大 他也不得不这样 这点我们没办法 我们不能够苛责 你懂吗 我讲这话 我没有苛责古文的意思 但今后应该要觉醒了 觉醒了 我们的2017 2018年 18周年 19 2012 2017对吧 2018 2018年就是民国107年 那个什么呢 在那个 总统主前面 这个怎么样 众神上凯道 7月23 7月23 那天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宗教人权觉醒日 宗教人权是哪里干什么用的 不是在维护宗教 本身用 宗教不需要 宗教都是圣人 护法神在维护的 宗教之所以要讲人权 就是要带回人民喉舌 因为不忍众生苦 所以呢 宗教要谈 要注重人民的人权 是这样 不是说宗教要 要人权 宗教要什么 宗教要神权 要佛权 但不是人权 所以我们讲 宗教人权的概念 就是因为不忍众生苦 而觉醒 我们反 当时反宗教 这宗教团体法 不是在反政府 也不是在反 宗教 什么被人家管理 不是这样 而是宗教的尊严扫地 宗教要尊严扫地 以后人家怎么愿意信佛呢 是不是这样子 建了皇帝就跪 然后建了大官就摇尾巴 那这样人家会看得起宗教吗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们的仆人 就是政府 居然替主人 特别是宗教 定了一条 一条 屈辱的法律 然后那个宗教家 把头伸得长长的 那狗链子给他拴上去 这就是 这就是文量宫延浪了 历史罪人 我告诉你 那说那古代 古代没办法呀 古代皇帝长一切呀 那形势比人强嘛 那有什么办法 因为古代我要讲这种话 待会我就怎么样 被消失啊 是不是 那现在我才能讲这个话 华人 特别是台湾 所谓的民主 你第一次迎来了这种机会 把话给讲清楚 把国家跟宗教的权力 分别清楚 你不去分别 那将来 我告诉你 人家政府拥有权力呀 权力从来是不嫌多的 我告诉你 将来他又定了各种法律 来限制你宗教 然后你宗教又不讲话 你就是历史罪人 定下去 定下去要改 千难万难 除非你 你去搞四线 不然很难 搞了四线都不一定改 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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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况你没四线 人家要改 那你就是历史罪人 谁 就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是第一次亲王 第一次解言 不但是民主 而且还是解言 你知道什么叫戒言吗 戒言就是战争时期 戒言 戒言的话 宪法是怎么样 是有限度的实践 完全是军法 再处理的 所以它叫戒言 你知道吗 所以一般来讲 戒言是 一个月两个月 这样就快受不了了 戒言以后还有宵禁啊 还有所谓的 一切都是军法审判 说了算 没有 民主审判不重要 军法审判 军人说了算 这叫戒言 也就是国家面临 重大危机的时候 才有这样 那么全世界呢 被戒言最久的 哈 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地区 没别的 就台湾 戒言二三四十年 你看看 戒言倒变观年羊了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被熏成了 不知道自己是主人了 你知道吗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你做个宗教家 你自己都不觉醒 人家人间老百姓都觉醒了 前几天我参加 不要给我贴标签 这只是朋友关系 那个余正宪 余部长 前部长 他爸爸 他妈妈 就是余晨月婴 还有他阿公 余登发 对台湾的民主 是国际上都认可 他是一个所谓的草根政治家 那么呢 对台湾的民主很有购欠 所以人家就为他办了一个音乐会 那我也被邀请去 那我就听了 他们在讲了 他们就一直在回忆着说 自由不是 自由人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要生习 这个那个 这话 这话其实是对的 我没有什么政党偏好 但试的是这样没有错 即便是现在执政党 慢慢的 也是有一些 有些我慢我执 因为权力大了 完全执政久了 这老百姓给他的权力那么大 但是呢 他不是 他说的这话不是错的 是对 是这样的 老百姓要自己做主人 要觉醒 要为我们的子孙 为国家的一个光影的前程 我们随时要什么 要表示警觉 检讨 这怎么可以问亮宫田 你都问了 问啪啪的 讲话温柔柔的 然后都不敢要求 不敢抗争 那你还能怎样 但是温良宫田就不能用吗 可以 你对思路就完全温良宫田 你对你自己的师长 或者你自己的自己家人 长辈恩人 或者甚至于夫妻彼此之间 也要温良宫田 古人讲相敬如宾 这样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随时保持新鲜感 整天就这样吵吵闹闹闹 你不甩我 我甩你 老婆叫老公 西老高 然后老公叫老婆 死婆娘 然后这样叫久了 大家就不尊重彼此了 这就不是相近如宾 那不相近如宾 就看透透 看透透 以后就什么 没有新鲜感 以后都看透透了 那还能够维系什么感情 愉悦了 没有了 现在就这样干 该温良宫田浪呢 你不懂 那不该温田浪 瞎搞温良宫田浪 这完全是无名作祟 因为叫你是对抗 不合理的政治施政 你害怕 所以你就拿个温良宫田浪 做招牌 那我对自己的亲人 才正应该是 那就私德的部分 温良宫田浪 是私人道德的部分 你更应该表 你正应该表现温良宫田浪 你看看你跟你娘讲话 是怎样讲话 跟你爹讲话 是怎样讲话 跟你老婆 跟你老公讲话 是怎样讲话 我在网路上看 人家就在那边讲 有男人 现在男人也在养狗 养个人 哎呦 那狗狗倒出个大便 然后就 他就这样 小黑 怎么可以这样 不要这样啊 叫他 好温良宫田浪 就转身他儿子的 把他花瓶打破了 骂得跟钩鞋银头这样 对他儿子 不会温良宫田浪 对那只狗狗倒是 蛮温良宫田浪 你看现在 是这个样子 颠倒不颠倒 所以啊 记得啊 春景德恨 你是什么德恨 不是有跟无而已 你弄对没有 古人只讲有 高低 现在还得弄对 那德募弄错了 不对的地方用不对的东西 那私德 莫管他人挂上双 个人至少门前选 这是家务事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不过这家务事 有时候不尽然 你比如说 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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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没声音了 整个静悄悄了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睡觉了 是吧 喂 是不是啊 不示范是怎样 很可能那个吵架的结果 是老公把老婆给杀了 所以没声音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啦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一次闻着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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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很安全 等到这样咿咿咿咿咿 没声音了 你就开始紧张了 跟他停在哪里 你都跟他停在屁头 跟他拨一拨 你开始就会摧摧摧那里摧摧了 没声音才恐怖好吗 这个时候 就不能再莫管他人瓦上霜了 因为他要带死姨妹了 你又不去叫这个女人 你说我这有教导 还众生无边寺院渡 渡是个风 自己离起来说你渡 渡来渡去 不是渡 很多佛教徒是这个样子的 人行 物资 然后他把这个当做什么 当做有修行 当做什么样 莫管世事 但求己得 哪是这样的 你看当年呢 释迦佛的国啊 被那个旁边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国的 加弥勃卫 是他自己的国 是哪一个国 社会国还是什么国 那是大国 要去灭他家 他自己家乡的国 结果呢 释迦佛说 我们想到人 那我们有过节 两张 那我们两不得 这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怎样 他就坐在那个侵略 外国人侵略要到他国家的路旁边 他就坐在一棵枯树下面 就坐在一棵枯树下面 然后那个大国 要来侵略他国家的王 也认得释迦佛 也是尊重他 就过来 就是说 大兵经过佛陀前面 不得不停下来 人家人 人家是有善根的 好吗 然后不像现在人 那就有善根了 就停下来 就说 哎呀 佛陀呀 您 怎么会坐在枯树下呀 太阳这么大 你看那世尊多慈悲呀 多善巧 他说 对呀 我是坐在枯树下呀 你看坐在枯树下 你也知道 太阳晒了很辛苦 哎 作为一个人民 如果失去了国家的避孕 就像像我现在这样 坐在枯树下 哎 这位国国王 听得懂 他就是他怎么 他算了 算了 你不要去说我的国家 他就好了好了 佛陀就这样讲 起骨而退 骨是后退 明经而退 请响响响响 就是回来 就回来 两次这样做 第三次的时候 军队出第三次战不攻打 战不动作 真的军人会反 所以就没办法了 那绕过世尊就坐着位置 另外走远路去进攻 世尊说 这是贡业 但世尊是比谁都清楚这是贡业 但世尊为什么还这样做 自己不可为而为之啊 有人告诉我说 宗教基本法很难啊 那些政客 不会甩礼 不会鸟你 我说鸟不鸟我 那是他的事 这些事情该做 这是我的事 你看什么都做不来 什么做不来都不做 那当年孙中山 当然我们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比如说 孙中山一介医生 而且还没有开业 还没有赚钱 他就去搞掉 他就搞掉了清朝政府 那要他最不可能了 对不对 人家还不错了 我们这个又不是什么搞革命 又不是要作战 你就一开始就踏成这个样 还是一样 温量宫简绕 这哪里是得横啊 这简直就是 缩头乌龟好吗 而且在某个意义上 这根本就是坏人 你想想看啊 一对夫妻吵架 然后突然间那个先生 掐他脖子 拿刀子捅的那个女人一刀 然后呢 喊 所有邻居通通躲起来 要是你这个那个女的 你会觉得怎样 你们对人性有什么感觉 你怎么不将心比心想一样 我知道你很害怕 那没关系啊 你打电话叫警察呗 可以啊 我没叫你去 我没叫你去什么 空手入白任的 我没叫你不要这样做 但是你可以在警察还没来的时候去敲敲门 你不要去跟人家吵架 你敲敲门啊 温柔一点讲 啊 不知道什么事情哦 我刚刚听了有人叫一下呢 有危险吗 他生气出来 一支刀子扛在后面 八点党是不是都这样的 要怎么 你就看到了 看到就把他偷拍下来啊 赶快叫警察过来啊 或者去左右邻居叫人 叫几个壮汉闯进去 赶快去救人啊 这是不是才是菩萨道 喂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怕你吃米辣不辣 所以啊 我自己第二个 第二个观想 在里面要跟他说过 他说过过 你太多得意爱说 太多 我们啊 号称是有文化的 古国文明的人民 但是呢 也恰恰是这些旧老文化 他有时候在新时代 一定要转型的 这才是佛法的源起向 这也是佛法的智慧 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跟不得不面对的方式 态度 而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 你公民 你人民 你在对政府 不闻不问 对公众事物 不闻不小 你这已经不是修行了 你这叫做耍赖 你这叫做犯意 你这叫做懦弱 你这个就是鸵鸟 你这在欺骗三宝 因为你每天都在唱什么呢 唱众生无边事愿度 好了你没唱 那至少你一定唱一句 什么呢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怎样 诶 这 那是你念贵 那是你念假的 当愿众生 怎样 然后呢 对 同理大众 请问 谁在同理大众 不是政府呢 政府是我们的一只手呢 你是老百姓 就是国家主人 就是国家主人在同理大众的 谁 是不是吧 我们就代义 我们就请别人帮我们同理 但我们是老板 是不是吧 所以同理大众是谁 谁在同理大众 公民 每一位公民 懂吗 然后才叫一切无碍 你想什么 这个合者合之 善者善之 错者错之 对的 不对的分清楚 好的 让他错 不好的让他停止 这时候就要说一切无碍啊 你看看 三规里头 这三规是出自什么 出自这个 这个花燕经的 所以才在 他才充满着大圣的精神 大圣的精神 啊 我跟你说 大圣的精神 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汉传佛教里头 是不说的 而且不应社会的机缘说 为什么 怕他都啊 特别是清朝 他不让你过问政治 因为他作为一个 外族统治的大帝国 他不让你这样 你看他对汉人 怎么侮辱法 把你剃头 留辫子 让你做不了什么大事 把女人怎么样 绑什么 绑小脚 然后再把男人 怎么样 性格 性格扭曲 叫男人去欣赏 那个什么 残废的小脚 你看他多厉害 没有一个地 没有一个义族统治 能够这么深细的 影响汉人 你知道吗 他起来很厉害 你要好好研究 清朝的话 你就知道 哪个朝代会做这种事 没有 当这样子的时候 男人迷醉在 那个残废的美当中 他就没办法反抗 男人当留下一个辫子 随时可以被他绑住 被他抓住的时候 他不敢反抗 我父亲呢 小时候也留辫子 他说他要回下去 人家跟他算 看命说 他要留辫子 留他13岁 他在13岁以前 打架从来没打赢过 为什么要那辫子 输给人家 他跟我讲 他说 等到13岁 他剃掉那些辫子 第一件事情 就到学校去 透露 那个当时打架打他的 去一一报仇 我就觉得 果然 他是我爹 有gas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说 我说为什么 你都会被人家欺负 我说没办法 大家 那个时候已经都 离掉辫子 但他还留辫子 完全被霸凌 你懂吗 被人家嘲笑 被霸凌 你想想看 整个清朝的汉人 统统被霸凌 你说那是什么状态 然后延续到民国来 人民是长什么样子 什么心情 产废的心情 我告诉你 所以才会这么惨媚 到现在我还会听说 那个什么 那个地方首长来了 还在喊 我们的大家长 啊 你们知道吗 假如买了整天 各位 我是在谈政治吗 我是在谈政治吗 没有 我们是在谈政治上面老百姓的没有觉醒 我不忍心 有孩子是男主委 我们是没有孩子 我老子就老子也没人 我们就这样 生命都没有老 你怎么还有孙呢 有儿子有孙子有孙子有媳妇 要不留在这个双坡世界最好呢 应该有双坡世界较好的 你比我双坡世界较好的 俗子还是看到这样 实在是我们天上说的 也不是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当然没那么伟大 就是明白了一条路啊 怎么大家都好像还在睡觉一样 你看那报纸在写什么 整天在喂养你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台湾人到底现在有几个 来我问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会打架 感觉知道的人举手 至少你知道有个理由的人举手 一个理由就好 什么 我干嘛想要利益关系 啊是什么利益关系啊 国家打架一定是利益关系啊 是什么造成利益关系啊 国家社团队 有点对但不是主要原因 他有缘因跟经因 它有缘因跟静因 还不至于啊 因为乌克兰基本上是独立的 他们有自己的总统 那苏联时代解体之后 他们乃是波罗的海三小 五小国都独立了 这个基本上还是同意独立的 不会说是同一个国家 这个两岸态度不一样 还不至于 加入北约 对 加入北约 那加入北约让普丁觉得很没面子 因为这样子就直接 北约随时有飞弹 对着克里姆林宫 那现在你就在我隔壁 我们不算爹娘 不算父子嘛 好歹也是兄弟 你今天给我这个老大哥没面子 你也太过分 都是那个美国搞的 他就这样不爽 然后他一次警告 那找不来再问了 那乌克兰又为什么要这样干 很多台湾人他就说 你看看你看看 都是乌克兰去挑衅 挑衅俄罗斯的 才让石油搞得这么贵 我每次出门 本来就万佛寺 成本才一千块 现在费两千 怎么样 有过去的姻缘 过去呢 克里姆林宫一直对乌克兰 就表示 你碎了我给你骗骗鸡 所以长期以来 一会儿就不爽了 你做大哥做得不像 老吃我这个小弟 承诺我的事情 都没给我做到 而且一点惭愧都没感觉 都不跟我say sorry 我没你死人呢 没给你结一个 老虎不发威 还让你当作病吗 他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他真正就是 还抵不过人家 所以他气起来就找本约 原因是这样 简单讲是这样 你看看 都是人性而已 台湾人知道这事情的不多 只是看下 看整天就在这边 什么几个人确诊 解封 什么开封 整天都搞这个小确幸 好像在犯家家族一样 你看LINE里头的那个 那个推给你的那个新闻 那什么大S结婚了 这也在推 那人就要死亡人去 几万人去 那这有事情 说大S 不是被结婚 已经结婚 这个口口就头条了 我们也有出点人 看得很欢迎 我们也其实看得很欢迎 还在你看 一直追剧 你看看 我们完全思想诸奴 思想被阉割 你以为那叫做国家大事 你以为台湾不应该 注意国家大事 你看你石油涨价了 台币贬值 台湾人 自己就要比较高 我们不能都这样被倦养到 笨笨的 到觉醒 存纪得横 一直说不过 存纪得横 想清楚 你到底什么德性 这样好吗 没问题 这样懂不懂 懂 好了 能够说 要说到什么 我还可以说 今天这样感觉不错 熟光晚会 也不错 辛苦这个当家 这个点座 乃至这个护士 还有我们陈辰等等 诸位居士帮忙 气氛不错 来我们回向 真的是 我们 想要